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卫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第五号人物蔡奇的意外崛起 已经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 彭博社文章指出 如今蔡奇的权力可与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强相提并论 有分析认为蔡奇或习近平重用 在于他对习是所谓的绝对忠诚 不过习最近唯独捧蔡奇 会令习家军内部矛盾公开化 全清朝野的蔡奇一方面对所有人 包括习本人而言都构成潜在威胁 有人甚至用习下菜上形容 另一方面半君如半虎 只要习近平稍有点疑心 蔡奇就有可能失宠 刘少奇林彪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彭博社禁止发文分析 蔡奇不仅是中共常委之一 还是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 致使她成为毛泽东时代以来 第一位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的人 在中共政坛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蔡奇还拥有另一项特权 她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 唯一一位在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期间 公开随其出访海外的政治局常委 去年11月当习近平在加州与拜登举行会谈时 坐在习右边的正式蔡奇 而这一幕已经成为常态 习近平还让蔡奇深入参与国家安全事务 这通常被视为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助研究员宋文蒂指出 很明显蔡得到了习的特别信任和授权 即使在当今的中共高层官员中 这也是罕见的 彭博指出 由于特殊地位 蔡奇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尽管排名第五 权力却与中共第二号人物力强相当 自20世纪80年代 蔡奇两人第一次在福建省有了交集 随着升迁蔡奇对习赞不绝口 蔡是第一批公开将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 中共官员之一 这种忠诚得到了回报 二年蔡奇也因此晋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认为 这种面对面的时间让蔡奇能够对习的想法施加微妙的影响 不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子出 蔡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信任和庇护 但一个跟班的安全最终取决于能否保持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海外时兵人士蔡慎分析指出 蔡奇去年接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后 对习思想的宣传立下了汉毛的功劳 中共官方对习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习对蔡奇非常满意 过去中共几大班子实际上都是平起平坐的地位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习公开表扬蔡奇做得够好 让大家都向蔡奇看齐 这样把矛盾公开化了 如今蔡奇的地位穿升与权力之大涉及到政权安全乃至习近平个人安全 而习毫无疑问把政权安全和个人安全放在首位 这种半君如半虎的生活 只要习稍微有点疑心 蔡奇就会失宠甚至死得更惨 海外时兵人士李林一也指出 蔡奇如今权亲一时容易引发习家军其他派系的嫉妒和不满 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权斗 蔡奇下场可能有如毛时代的林彪 海外时兵人士吴坤鹏认为 连最不懂中共政治的人恐怕要问 二十大后在干掉了所有党内异己 政治宿敌之后 习已经大权在握 为什么还要清洗 甚至连清洗也不放过 如今真的是这样 李克强秦刚李尚服之后会是谁呢 刘鹤和蔡奇亦或是李强 真的都要紧随其后吗 在社交平台推特上 连日来有不少网友议论蔡奇 有人调侃习下蔡上 已有人将蔡奇日后下场类比刘少奇或林彪 容易成为刘少奇第二 习近平就是个小号的毛泽东 任何威胁消失手段比毛泽东狠 功没有多高 但已经明显震主不祥 林彪当年对毛的吹捧更加肉麻 但即便如此 林彪最终的下场摆在那 蔡奇同样也逃不过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的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的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随着经济的持续低迷 许多中国人因为失业或是在过渡期间 以开网约车作为暂时的谋生手段 其中有一部分司机选择以国产的电动车作为营运车辆 但是这个冬天车主们体验到了国产电动车背后隐藏的问题 电池续航力可能只是厂商宣称数据的30% 为了延长电池的续航力 冬天车内不开暖气 简直就是会移动的冰窟 据陆美报道 大城市由于人口基数多 较容易有轿车需求 引起了更多来自其他省份的网约车司机前往谋生 但与此同时包含广州 深圳 长沙 济南 上海 重庆在内的 大城市先后宣布 当地的网约车司机需求已达饱和 而那些司机选择握起方向盘的理由 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填饱肚子 对于这些囚糊口的司机来说 有许多人是看中了电动车能比汽油车省钱 汽油车每天的油钱可能高达170元 相较之下 电动车每天的充电使用费可能仅需要40到50元 但不曾料到 选择国产电动车之后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冬天低温的环境下 电池的续航力成为一个大问题 上述报道 与某品牌电动车为例 官方宣称电池续航力可行驶500公里 但实际上可能只有400公里 如果考虑到低温掉电以及冬季暖气需求的话 真实的续航力可能只有170公里 比官方宣称的数据还少了接近70% 与此同时 即使是使用可能减少电池寿命的快速充电桩 也需要花上大约30分钟 在冬天要使用正常的方式把电池充饱 可能需要花上8个小时 在充电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接单送客的 于是 一些司机为了延长电池的续航力 选择不开暖气 或是将暖气维持在手指不会冻僵的程度 有乘客吐槽 叫来的网约车整个座椅都是冰的 一坐下去从脚梁到腰 简直就像是移动的冰窖 国产电动车的品质实在堪忧 随着经济的不断恶化 中国股市持续下跌 24年开局惨淡 中共证监会在记者会上称 声称A股股价已处于历史低位 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试图忽悠老百姓掏钱救世 结果引来骂声一片 1月12日 据微博账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中共证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当前A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还说正在研究制定 逆周期布局激励约束机制 不料官方的上述言论 遭到网友股民们的炮轰 掩耳盗铃做贼心虚 怎么没人把鞋子扔上去 本以为只有地下室 没想到下面还有18层地域 有意思 既然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 估值水平是怎么来到历史低位的 逆周期调节意思就是 价值投资越跌越买 忽悠谁呢 中国股市新年开局惨淡 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股指之一 据报道 对中共政策的不确定性 和经济复苏的持续担忧 已将再按股票基准 推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 外国投资者又开始大举抛售 抛售了相当于6亿美元的内地股票 数据供应商万德资料显示 截止今年1月11日 过去一年共有256档基金退场 相当于每一个交易日 就有一档基金产品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清算产品中 于20年至22年成立的产品 占尽半壁江山 去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至少20档基金 发出清算警报 当中许多基金甚至成立仅不到一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随着日本股市强势上扬 连日来对日本保持敌对态度的中国人 也忍不住进场 中国基金公司发行追踪日本股票的 五档ETF 人气高涨 每日成交量 跃升至多年高点 估计中国投资人至少注入15.4亿资金 有分析指出 当局不断的杀鸡取暖 让中国老百姓和外国投资者都认识到了 这个政府不依据法制完全是人质 权利不受约束 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愿意 把真金白银投入中国股市 1月12日 美国会员制的仓储式连锁超市 Costco在深圳第一家旗舰店开业 吸引了大量人流 数万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只未成为首批进店消费的顾客 综合报道 Costco在中国华南首家店 12日在深圳龙华正式开业 早上8点半开门前 已大排长龙 有人凌晨4点半就来排队 大部分市民得排两个多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才能进店购物 更有香港市民前来凑热闹 顺道扫货 由于排队人数太多 商店不得不采取人流控制措施 每10分钟允许100人进入 开业当天 茅台等热门商品不到中午就已经卖光光 爱马仕包更在开卖16分钟后被扫光 售价1999的迪士尼IP毛绒玩偶草莓熊 也在开店不到20分钟卖完 深圳市龙华区官方称 12日投入了超过600人的警力 维持Costco周边的交通和安全 目前Costco在中国已有5家分店 包括在金融中心上海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